我一直以为自己经常做运动 有强劲的身体 癌症就是远离我 在2014年 我加入了癌症基金委 做生生年健康服务导师 希望透过PALATIS伸展运动 帮助乳癌患者锻炼好身体 想不到2021年日程期间 我自己摸到乳房有的癌症 由于日程原因 我没有立即去做检测 直到2022年5月 我去做医科检测 才确诊我患了乳癌 原来我患的是有 BREAKER基因变异的乳癌 是家族遗传 很感恩我可以恐怖到 继续正常工作生活 以前我是帮助癌症病患者 接下来我多了一个身份 就是癌症康服者 我深深体会到 癌症对我的心目 带来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更明白 癌症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恐怖 最重要是及早检测 最重要是及早检测 及早治疗 治疗的过程虽然不容易 但是最重要 懂得承求支援 凡事都以平常身 正常的身体去面对 建立身心灵健康 准备自己更有力量去打赢这场仗 凡人的条路不遗憾 但是凡人路上你不会孤单 因为有癌症基金会与你同行 这种理念 有双症康服者 凡人的条路不遗憾 如果七月四月之后 两位 真人的条路没有 正常的感觉 是在大梆